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乙卯甲生丙成心卯 这个人说 这一边丙心会不会合化为水 其实他会这样子去问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可能认为他深弱 他认为他深强化成水 他深强可以认什么 认财官 其实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当中 这个人在学八字里面 在五行派的一个观点 其实这个八字并没有合 你不要看到丙心合 其实这八字没有合 因为当中有一个关键日主 日主是不跟人家合化的 要不要解 日主是从头到尾不会跟人家合化 所以来讲这个八字 他其实就这样子 以羹一合 清金甲木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像这一种八字来讲 财运上 财运上还算不错 地支就土生金克木 土生金克木 所以他的一个应运比较差 应运比较差 我们就要了解到一件事 很多人总是会喜欢在合化 在上面做一些打转 因为来讲 好像觉得有合化 他八字都比较厉害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反而要记得一个 像这种有合 我们都直接当做消失论 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 你还乙根合化金 乙根合化金 他不是财运更强吗 但是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我们把合就单纯的当做消失 日主不去合 日主不合 那何当消失 这样子在判断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轻松愉快 快速的就可以知道说 他到底是产生哪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就是什么 他的应运比较差 应运比较差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看他现在几岁 只要看一下才十来岁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说 他现在来讲 以今年来讲的话 他已经四十几岁了 他四十几岁 应运对他来讲 就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应运对他来讲 其实一般来说 应运对出社会的人来说 各位也要了解 不是很重要 顶多就看一些买房子 有没有安全感这样 然后或者是说他就在外面 他就是离乡背景工作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 来讲的话 他现在四十几岁 他所关心的就是什么 他的财运 他的官运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八字里面 他的财运算是强的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食伤生财 食伤生财的这一种状况 所以他假如能够是在商场上去打转 做技术专业人才 例如像钟荣毅一样是个命理师 就是有专才型的 这一种的对他就会不错 假设他是这一种财很旺 但是他却跑去一般工作职场 一般工作职场 你的薪水是跟著你的职位而变动的 那个就是看官而不是看财 这样子来讲 是不是他的财运就怎样 会被限制住 你说他财运好 他也不见得 就跟你说他有补好 所以各位 在这一种状况下 很多人会痴心妄想 他说我会不会发大财 可是他从头到尾 就没有发财的这一种的动作 什么叫发财的动作 你有没有去做生意 你有没有去做业务 你有没有去做其他的投资 全部都没有 单单就想要靠一份工作发大财 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事 这时候虽然他发质很好 这个财运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比如说年终奖金 比人家多一点点而已 那能发什么大财 所以各位在这一个观点里面 你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一般人来说 他的财运 就是说跟钱有关的部分 他假如不是做生意的 其实基本上你看他官运就好了 因为毕竟来讲 他的收入都是跟著他的工作在跑的 所以一般人 反而会特别重视官运 你说像我们这一种的 叫自由业 我们业绩很重要 所以那个财运就会是影响到我们真正的一个财运 所以这当中 各位就要了解到这差一点 所以这个八字 入主不合 何当消失 然后就直接看是怎样 然后一般工作者看官运 除非你是像自由业的 业务的 你的收入是跟你的业绩相关的 这一种的 我们就会倾向看财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